民陣的口號,民陣是整個遊行的主辦單位,他每年都會定一個主題出來,當然是遊行很多人會自己定一些主題, 但你作為民主派的龍頭,民主黨是不可能不接受民陣這個主題, 因為民陣是幾十個團體組織,大家聯合,包括民主黨在內,不遵守大會的決定, 其實這個我們又覺得很難怪,因為他自己支持政改方案,已經取消了2012雙補選, 現在你說懷我2012雙補選就很尷尬,所以我們希望各位朋友,就算有些人想去衝擊民主黨的也好, 我們都盡量禮貌一點,去年他就很醜,搞到有禮賓府那裏走的,八甲黨,他們沒試過的,七一遊行,到散隊的時候, 他是要警方保護,然後禮賓府那裏,後山那裏走的,散的,你說多淒涼啊, 我們今年就溫馨提示他,你辭職吧,OK? 如果你是民主黨八位立法會議員,連其他十五位立法會議員,民主派的一起辭職,OK? 這個是我們對他一個最卑微的要求,對不對? 更何況現在他任期只有一年而已,對不對? 我們當年都是這樣辭職,那時候我最記得2003年,23條的時候,我在電台叫民主派總辭, 跟著李志明打電話罵我,司徒說罵我,跟著有些民主黨的議員就說, 你黃毓民不是議員,叫我們辭職,辭職那麼容易啊? 你拿著電台在咪咪裡亂說都可以,我就可以,讓我做議員,我辭職給你看, 所以小弟08年做議員,2010年我們就搞五區公投,對不對? 我們是身體力行,辭職有什麼大不了啊? 我現在walk out,他說walk out,這個法案委員,walk out抗議 為什麼你不walk out離開這座大樓呢? 是離開會議廳呢?對不對? 你夠膽的夠吉士就是walk out離開這個大樓,我不做議員,我抗議你,對不對? 老實說,如果23個泛民主派的議員,一次集體辭職,只有一年課仔,這一年他一定要補選 補選23個,對不對? 好啦,補選23個都搞一頓懵,他一定要就範的,大哥,不是說笑的 所以大家要幫幫手,給點壓力,就是民主黨,民協,還有街工,還有這個公盟, 還有河修蘭,張國柱,李國倫,這一班民主派議員 我和大舊就百分之一千,你辭,我就和你一起辭,OK? 好,我們今天的論壇就結束,大家七一,我們在維園見,來我們人民力量這條隊,好不好? 好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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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!